好的 不过首先我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共外长 也是习近平权力班子处理对美关系重要的成员秦刚 已经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 期间的东盟外长会是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代替他出席 而原本外交部给出的理由是健康原因 但随着各种传闻在互联网上持续不断的发酵 在海内外引爆舆论热议与猜疑 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周一在多家外媒的连番追问之下 竟然是无可奉告 只建议大家去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那么秦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驻美大使 升到部长再到国务委员 却为何在美中关系重启交流的关键时刻消失 中共现在为何任凭子弹横飞谣言四起 却没有封杀舆论 秦刚他究竟是出了什么事 今天我们做客时日拉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 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李少明教授 李教授欢迎您 我是外毕周 另外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毕周主编 我今天非常欢迎李少明教授 还有魏毕周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欢迎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魏毕周总编 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外长秦刚是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 外媒当然是高度关注的 但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 从一开始戏剧性的沉默到左闪右躲 毛您说无可奉告 甚至要大家自己去看外交部的这个官网 您认为外交部这样的回答是否更加剧了外界的猜疑呢 魏毕周先生 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透露这个太严重太严重的一个离奇的事件 因为以中国现在自己要崛起 然后要跟全世界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而代表整个中国的外长出了这些事情 然后自己的发言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外长出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整个是对中国的本身这个公信力 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证明是一个不会治理自己国家的一个政权 这个真的是比这些一些所谓部落的国家更要糟糕 我们先看这个7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把这个回答一点 就是说大概6月30号6月20号29这几天 欧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有关于对华政策的这个调整 严格来讲我们这个都不多说了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对于欧政策 对于欧整个政策的工作一个很大的失败一个挫败 那么接着呢这个欧洲这个欧盟这个外长 基本上突然要到中国去来做访问 要去到中国 大概要跟秦刚当面要解释 沟通一些这些事情 可是这些突然之间 中共就告诉大家 告诉对方说你不必来了 我们这边另外改期 其实这边已经很奇怪 所以欧洲马上传出来 就是说这个秦刚是不是健康有问题了 所以这件事情 第一次在问这个外交部发言的时候 他竟然无可奉告 他不是不知道 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没有听说你说过这个状况 所以在7月7号左右的时候 6月25号他不见了 7月7号的时候 问他问这个问题 7月10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任何答复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他这个状况 后来才传出来说是有健康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就是说这个东盟的会议要开了 东盟外长会议要开了 所以他迫不得已 必须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 说健康问题 这个时候他把健康问题等出来了 然后让王毅这个外事办主任 王毅去代打 王毅去代打基本上是个降格的作为 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已的一个措施 因为以王毅自己现在本身之内 他的对手应该是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家顾问 苏利文才队 但他甚至去了 你看最近几天 包括做昨天 昨天他也参加这个会见 包括是个菲律宾的总统这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由他在负责这个外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外交部部长从欧文斌 一直到昨天的毛铃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 基本上都是一问三不知 不但一问三不知 还要更戏剧化 昨天在毛铃这个讲话来讲 更戏剧化 因为刚刚你提到 有很多国家 很多媒体都在问这个事情 毛铃在这个答复上 简直是匪夷所思 就是说你到底知道跟不知道 然后这些事情 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个外界的合理的解释 他说你去看官网 所以很多人去看了 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官网之后 还真的被迷惑了 因为他把外交部部长 个人单页出来 然后主要官员放另一页 所以很多人在那个主要官员里头 看不到金刚的照片 所以就认为说 这个真的出事了 有个问题了 那也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造成的 这种模糊 有多严重 多奇怪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自己的外交部部长 出了问题 你自己的外交部发言人 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秦刚出事了 而不是出小事 是出大事 这个大事从6月25日到今天 没有解决 什么时候才给大家 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呢 当然是这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这里头背后 我们也有机会再谈 当然出了很长时间 这个事情不光光是刚刚提到的 一些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都是非常 不是在整个比较起来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好的 感谢魏毕周先生 下面我们又会抽丝 剥茧来这个研究 究竟秦刚是出了什么事 不过也想请教李少明教授 你怎么看 刚才魏毕周先生 谈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 这个表现 还有这官网上 给大家的一个疑惑之外呢 其实对于现在 它消失的原因 是众说纷纭的 我想请您先 就这个时间点和严重性 来分析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美中关系 其实正是处于 这重新恢复交流的时候 美方的高官可以说 是这几个礼拜来 接连走访 而且秦刚才 刚和布林肯国务卿 会谈了七个半小时 的这个所谈 所谈的坦诚建设性的交流 其实这个时候消失了 您觉得 这个对美中关系 意味着什么 会不会造成连带的影响呢 李教授 刚才这个魏总员 已经讲了一些背景 我再补充一点 更大的背景 更大的背景 我们应该知道 就是中共整个的运作模式 说白了 就很像一个黑社会 它历就是这么长 这么一百来年 对它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外表 也不是说怎么样 应付国际社会 而是内斗 这个内斗 因为它 这个黑社会也好 或这种不公开的政治组织 它的这个内斗 是他们的根本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它 究竟对外界这种 众说纷纭 它在多大程度上在意 是不是像我们想的 哇 你这么一个大国 你负责大国 怎么没声音了 对它来讲 我们内部的事情很重要 你们算什么 那么第二 就是说 这个大事小事 我们都没办法知道 您刚才问的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秦刚出世 很可能很大 也可能很小 但是他 这个现在 这个布压 没有去真正的控制舆论 有一个可能的解释 就是说 他根本不在意 你外面怎么看 那么 它的严重性呢 和他的时点 时点刚才 我在想 就是说 有两个可能了 时点 或者还真是 就是在很关键的时刻 想再把中美关系 踩刹车 那么这个秦刚的整个形象 是亲美的嘛 就是说 他对美国最熟悉嘛 所以这个 把它拿下来 是有这个可能性 另外也可能 就是纯属是巧合 但不管是哪一种呢 因为他的 这个运作完全不公开 人们就可以漫天的去猜 严重性呢 就是他有多重要 我们要想这个事情 一个官员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 政治组织里 究竟有多重要 除了一巴授以外 除了这个习近平以外 那么 我们要知道 中共的干部的提拔过程 其实是非常的系统的 它有严格的 这个系统组织 把这些人来提拔 提拔上来的干部 可以说 没有什么特点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长 他们只有两点 可能都是共同有的 第一点 你一定要会拍马屁 这点 你在秦刚身上 看得很清楚 我举一个小例子 我们还记得吧 就前些天 这个拜登总统 突然出口说 习近平 说完习近平说 这个是独裁者 这个事情我们大家 还都记着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 这个 实际上呢 中共自己也知道 自己是独裁者 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独裁者 这个事情 如果 如果我是这个 中共的头 我就说 就是独裁啊 装备听见就过去了 别那个 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结果呢 外交部 这个高调的 非常强烈的来 来抗议 让全世界全知道了 本来大家都没注意的事 这个是 那你要推断 肯定是秦刚做的 因为秦刚是一八手嘛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不这样做 其他更会拍马屁的 马上就会要捍卫主子 谁最快的捍卫主子 谁他能升官嘛 所以这是他拍马屁的一个证据 第二点就是 中共的干部都是宁所无忧 除了宁所无忧以外 其他事情他们都不敢做 他们都不敢做 只是听上边的 那上面没有给指示 所有的发言人说 没指示我就不说 就完了呗 你们猜 猜根本不在意 我还是这个意思 中共这个 一个黑社会 最重要的是内斗 不是对外边的形象 嗯 好的 魏必周先生 刚才李教授 谈了两个重点 究竟是不是这个内斗 内部的权力斗争 或是说对美关系踩刹车 这个我们稍后好好来梳理 请两位分析 不过刚才也有一个重点 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控制舆论 中共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 因为坊间现在盛传 秦刚出世的各种原因 可能涉及婚外情啊 什么等等 但是中共控制舆论的方式 劝和之前 好像我们印象中 这个张高丽和彭帅的事件 是不同的 彭帅的贴文 当时我记得是 马上就被删掉 而且网管队这当时的事件 设置了很多组的屏蔽词 那么这次感觉上让秦刚 和他的这个婚外情的对象的 这个事件啊 是任凭子弹横飞 传言四起 您认为中共这次 为什么没有控制相关的舆论呢 韦比仲先生 我觉得 我觉得就彭帅的 这个事情来讲 是已经知道 就是彭帅在发他 那个千字文万字文的时候 说明他跟这个 张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事情 大家是已经运作一阵子了 所以那个发表 事先是得到了解 得到知道 而且有人劝过他 不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预知的事情 秦刚这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 有点像气球事件 就是气球事件 的确确确实在进行当中 但有人不知道 有人搞不清楚 结果突然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又不知道怎么解释 而且这个事情 又直接冲击到美国 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看 这个气球事件的时候 第一时间的说法 跟后来的整个发展 是基本上不同的 第一个基本上 就是说有道歉的意味 有道歉的意味 而且知道说是 不可控制的事情等等 后来这些发展 你会看到出来说 在那个时候 国务院也好 中共的国务院也好 外交部也好 还有他自己的 各方面上上下下 对这个气球 跑到人家家去 然后最后被人家打掉 根本是 完全是不知道 如何去确切地 应付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出来 这个讲话 也是荒江走版的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事实上也是 因为从6月25号 这个事情 你看6月25号 他之前跟布林肯见面 您刚刚提到 谈了七个多小时等等 这件事情 大概都没有问题 那怎么会 突然之间就出了事情 所以突然之间 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而且是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得罪皇上了也好 或是得罪了公共也好 各种事情 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 那这个个人作风的问题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 真正出事的是大事情 个人作风就拿来去 用来去遮掩 用来去遮掩 或者是转移目标 或者给大家一个合理化 刚刚有提到过 说这个 李教授有提到过 上次黑社会的操纵 就是这样子的目的 所以真正的问题 我想大家就不要把这个 这个视野丢开掉 可能真正的问题 出在背后的大的事情 里头的路线斗争 还有人事斗争 我想这个是真正 可能正在运行发展发展中的事情 好的 感谢未必周先生 是不是转移这个真实情况的目标 不过现在网上很多 我们的网友都在关注 就是相关的讯息 有一位网友叫答案 他就关注这部分 他说同样是私生活的丑闻 中共对秦刚和张高丽 好像应对是不同的 张高丽作为退休的前常委 只要不在干政就冷处理 禁止墙内的舆论发酵 但秦刚不同 予许一定的舆论发酵 他认为目的可能是要终结 其政治生命 或是终结其代表的路线 我就就着这位网友的评论 来请教李少明教授 当然现在各方讯息都有 您研判究竟秦刚是出了什么事 刚刚说的这个 有关于私生活的作风 是不是只是转移视线的一个烟幕弹 那我们看这个秦刚刚也叫说 提拔官员有他一套 秦刚是一路从这个驻美大使 做到了外交部长又到国务委员 可以说是连跳三级扶摇直上 从这个路线看来应该是受到了 习近平的赏识和气重的 如果只是涉及私生活的问题的话 您认为习近平在处理秦刚和张高丽 会有什么不同的考量呢 还是说这只是烟幕弹 请教您 好 这样先第一 那个网友他在提问 他已经假定秦刚是性丑闻了 这个假定实际上还不能成立 所以他后面的那些评论 如果在这个假定下有可能去讨论 但是我们都这个还不知道的时候 讨论意义不是很大的了 第二就是说他连升三级 这在中共里是个艺术 就是并不是很常见 这个事情很显然是 这个最上级 那就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 这个也是 另外我还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有趣的事情 它的娱乐性 我觉得甚至高于了它的实质性 它对中美关系有多大的影响呢 那么你也可以认为 它可能没有任何影响 也可能就是说 它是正好想借这个机会 放出一个信号 说我们要对中美关系踩闸 那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还是最早我们说的 中共的内部运作就是这样 它就是完全不跟你讲 可能是个很小的事 它不跟你讲 你可能把它猜成大得不得了 它也最后可能出来是个很小 都有可能的 比如说我们还记得不 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的时候 他就两个礼拜消失了 2012年2013上台 两个礼拜消失了 大家猜了一顿 他有解释吗 他说没有解释 第一把手都可以消失两个礼拜 那你这个 这就是一个部长消失一顿 对他来讲 他真的不觉得是个大事 我觉得 我说了可能少这个大家的信 我觉得这个事情外面看的 比共产党自己看的要严重多了 好的 我们再提一位这个网友的 我们的网友大家也是集资广义 再来请教这个魏毕周先生 这位网友叫浩泰 他说这个他认为好像是 习近平是不是中了俄罗斯 或是美国的反戒计 他用了历史上的这个讲干道书 他认为秦刚和那些军头们 他应该指的是火箭军 可能成了蔡茂张云 这个就有意思 我想请教魏毕周走边 刚才说这一次秦刚的事件 很戏剧化 那个我们知道 这中共官员出事 其实一般过去不外出贪腐 泄密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 但是这一回有关秦刚的传 我刚刚说就谣言四起 几乎是囊括所有可能性 婚外情 然后说这个会员其中 可能是双面间谍 甚至牵扯问题 因为说这个傅小田 在英国剑桥大学 有一个以他为名盖的花园 大家就质疑说 这个捐款是钱从哪来的 然后刚刚说军头是 火箭军高层被调查 也被这个秦刚卷在一块 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性 都众说纷纭 像请您帮我们抽丝剥挤 刚才网友还说 这可能跟俄罗斯有关 的确是网络上说 这有可能是 普京也涉入告密 您认为究竟现在研判 秦刚出事的真正原因 比较可能是哪一条线索的方向呢 韦比周先生 我想就个人生活作风来讲 他基本上大家如果 我想根据这个 被涉及到这位女士的各种贴文的说法 我们大家可以证实 大概这个 他个人作风问题 是有的确很大的问题 这个大概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至于他这个 等于说捐花园 这些钱从哪里来 以秦刚这样子上来的这个速度 他大概还没有来的时间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来得及贪污 能够搞这么多钱 让这个有什么花园 然后豪宅这些事情 这些钱就外交系统来讲 他可能还来不及 这个时间贪污 火箭机这个东西 就更比较奇怪了 我像讲的原因是因为 火箭机整个事情的发展 包括这个泄密 还有这个火箭世卫 示意图的被公布 然后涉及到这个里面的 高层的儿子在美国建树 这些东西基本上讲实在话 在这个事情上 秦刚是一个配合调查的角色 因为他不见得是 他不可能涉及到 火箭军这里头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 刚好就是说这个火箭地图 这些文章爆发 还有地图的位置 这篇报道 爆发的这个时间 刚好秦刚是在美国 所以这里头 他有可能被提到的话 假定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他有可能是去做这个配合调查 如果是配合调查的话 基本上他也没有参与这种事情 如果有这种所谓限秘的事情的话 所以基本上他配合调查的话 应该就可以全身而退 回来当他这个官 现在这个配合调查 已经查这么久了 还有人事上 那个火箭经的人事 都已经出生了很大的变动了 等等这种情况下来讲 这个火箭经的事情 应该也不是他的问题 所以既然没有这个 个人生活作份的问题 刚刚提到张奥利的事情也好 还有其他所有人这个谁 大家都有这种类似像这样子婚外情的事情 其实这些大概都不是重要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 大概还是背后出现一些真的路线的看法 刚刚那个有提到 他比较是这个清美派的 或者你看他的资历 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这个美国以外的 这样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设计的业务 而你能看到的话 包括乐玉成还有这个王毅 还有卢沙也这方面 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重到欧洲这方面 但是没有天真到美国这方面等等这些事 所以你看得出来说 这里头秦刚的出来 已经代表这里头有一些路线上的分歧了 包括赵玉坚的这个妻子 在这个及时贴出一个说这是很好的日子 然后大家也知道赵玉坚跟这个 赵玉坚跟这个秦刚这个时候 代表路线上的这个差别等等 这些都是基本上在发展中 里面人事的背景 这也说明当然我完全赞成 这是个黑帮的作业 一再调整一再说明的 而且基本上不在乎你外面说什么事情 从这个气球事件看得非常清楚 他根本不在乎你外面怎么说他 他自己做他的事情 这种重要的事情是说这个事情可能还没有结束 所以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方向出来 然后大家呢唯唯诺诺 你看不清楚方向你就不要讲话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全体 包括这个发言人的整个作业 就是大家不知道现在怎么定调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还在持续发展中 那我再回来的话 如果再简单说一下的话 个人认为还是因为这个亲美或者是亲俄 这个路线出了很大 就是中共现在整个对美的做对美的这个外交完全失败 完全失败 导向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期的方向 然后对欧的政策基本上来是 那本来是想在中国在这个美国跟这个这个欧洲之间能够插一个东西进去 能够插一些这个见证见缝插针进去 但是欧洲这一次对华政策的整个结果 基本上就是遵循美国的三大原则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对欧洲的这个战略也是破功了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那边出现大问题了 普丁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所以他这边必须要调整 这个调整怎么调整 我想而且要去追究责任 你不追究责任的话你没办法走下一步调整 我想在这个地方上 可能欣美跟欣俄在这个地方 可能有路线上的争执 而且在一个重要会议上 大概发现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他跟这个布林肯讲话之后 这个所谓实质来建设性 这里头可能都出现一些状况 好的李少民教授 我综合刚才魏碧中先生讲的几点 他也提到说这一次会不会是 这个外交部内部的这种斗争路线斗争 因为发现了这个已经离职的前发言人 也有点这个幸灾乐祸的这个发言 只是单纯的外交部内部的路线斗争吗 还是像刚才也提到 因为我们网友有说 可能涉及俄罗斯的反见计 您认为有可能像魏碧中先生所讲的 是中共内部有所谓 亲美和亲俄罗斯两种路线之间的这种斗争 而且如果我们看时间点的话 还有大家注意到一个时间点 是北戴河会议也马上就要到了 究竟现在外交部长出事 是只是单纯作风问题 或是内部内的一些问题 还是有水更深的这个权力斗争 有没有迹象显示 现在习近平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侵袭呢 也想请教您 李教授 习近平这些年一直在做政治清洗 共产党用人大致是这么样几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他的亲信 就是说能够替他担当 能够替他去死 能够把这个有坏事他们兜着 这是一类人 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 因为第一类人不一定能干嘛 还有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 这两类人再加上比如说 这个有裙带关系的人 他差不多就是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现在 不光习近平呢 你任何一个朝代 任何一个总书理 他都要有这些人 但是习近平对他的亲信更加重视 这个是他很聪明的一点 因为亲信就是死党嘛 这点我想不是又一轮的大清洗 对亲俄亲美有没有分歧 我们要分清两个 一个是他们思想上有没有分歧 一个是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分歧 也就是路线了 思想上分歧绝对有 你问问中国的官员 当然很多人是亲俄的 还有很多官员 确实是对俄国非常反感的 但是在政策上 这个现在有一个不同 就是说现在一切都是自上而下 习近平如果不说话 谁都不敢做任何事 我们可以想象 在秦刚的事情上第一他不会是外交部内斗 外交部 这个秦刚是第一把手 谁敢对他有什么内斗 那中共到现在这个 这个看上面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一定比他高层的才会出现 对他的命运做决策这件事情 所以一定是上面 那上面内斗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可能没有结果 所以他不说 没有结果的时候 上面不交代 那当然发言人你不交代我会说什么 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 如果第一把手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 它会推行的非常快 那么在第一把手 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 这个制度就非常的瘫痪 因为没有人敢提出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他们要猜 猜完了以后 然后要冒一个风险 去说现在应该做这个事 如果正好是皇上最喜欢的 那这个人就升了 但这个风险很大 那么比如说我是一个政部长 我干嘛要猜啊 我不猜 我那个天天躺平 闹到宝退休 来给我一个复国级呢 猜 猜对了什么 猜对了也不一定 也顶多是个复国级或什么 那那风险太大了 万一丢了部级怎么办 万一给路程触及了 完蛋了 所以这个制度下 那个我 我现在就是说 我希望刚才魏总编说的是对的 两边的有路线斗争 但是这么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看不见有任何所谓反习失利 看不见有任何有组织的帮派 现在就是大家都一块 一块都捧着习近平 你当第一把手 你去在前头给我们顶着 我们在后子待着 你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 我想出能够更好地拍马屁的 我又比我的这个同僚拍得更好 像李鸿忠啊什么 他那些几个姓陈的 那就是只要一拍就上去了 但拍当然也丢脸 或者也不太容易了 是吧 所以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 才是一个大的视角 好的 刚刚李尚明叫做 点出这个制度的问题 虽然说这个 现在习近平一把手 但周围会不会有异性 让他感到猜忌呢 我们这位网友叫于次郎 他说这件事情就 秦刚的事件反映出的 就是中共独裁者的一种脆弱性 因为中共根本没有得到 中国人民的授权 他们没有执政的合法性 人们对艺人不满 就是对所有中共党员的不满 他们没有替代性 只要一个突发事件 或是某一个人有异性 就可能随时要了习近平的命 进而导致终结中共 这种暴政的结构 就像俄罗斯的瓦格纳兵变 让普京立刻丢弃 俄罗斯人民仓皇出逃 可能演变成 瓦解普京的统治体系一样 这位网友于次郎 所点到这个点 我想也请教这个魏毕州先生 您怎么看 刚才提到说 现在习近平 真的一人说了算吗 周边有没有这个 怀有二心 不服他的人 所以还要进行这个清洗 而且现在看起来一片风声 贺力连部长都出事 是不是也反映出中共 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 这究竟像不像 这网友所说的 对习近平的政权稳定 可能造成冲击呢 魏毕州先生 对于整个中共政权 也不光习近平的政权 这个造成威胁 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最新最新的这个发展 您看得出来 刚刚这个就是昨天 去前天吧 这个中共刚刚发表的 对网路 网路的严格管理的 这个一个新的政策 十大坚持 第一个坚持就是要坚持 党的这个管理 这是摆在十大坚持里头的第一则 所以你看出来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间上 经济上一塌糊涂 整个是 整个对中国来讲 内政也好 外交也好 也好 基本上是乌云照顶 没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一次阳光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老百姓心里头有很多很多议论要发 所以最恐怖的呢 万一网上爆发怎么办 所以对他的政权 对于习的政权也好 对中共的政权也好 是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他必须要控制 所以这点事情来看的话 第一 最确实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 目的是什么 保持自己的政权稳定 是因为他遇到了大麻烦 这个大麻烦 现在我就想 就这个秦刚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可能最后真正出现的问题 是这个国家 就是中共这个国家 现在他这个政权来讲的话 他如果过去 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决策 跟俄罗斯的来往 在这个关口上出了问题 他必须要改变方向 改变方向 跟俄罗斯保持距离 就像这个大战 这个二大战之前 俄罗斯正要在 这个盟军要宣布胜利之前 突然之间 他要加入盟军 要来跟德国作战等等这些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 在这个俄国即将 普京即将要垮台 或者是即将要 这个战争要有变化的前刻 中共要随时去掌握 他在什么时候 他能跳进来 他变成一个战胜国 他变成是一个盟国 他必须在这个情况下 进去去分 整个欧洲的势力的重建 以这个战胜国的进行 他不能用战败国的方式 去承担 这个乌战结束之后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里头我想 他面临到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变化 包括对美关系 这个面化怎么走还不知道 必须取得一定的 这个了解跟妥协 现在一看得出来 西方媒体在这个事情上 基本上是相当克制的 因为我们提过 从7月份开始 6月25号开始 大家都已经觉得不对劲了 西方媒体事实上到昨天到前天 才真正爆发 刚刚您听到私家媒体一起问 才把这个问题摊开来 在这个全世界的媒体上来报道 以前在这之前 你没有看到这个陆陆续续的报道 包括这个毛宁 第一次出来 不知道这回事情的情况下 基本上还是保持沉默的 西方媒体 直到昨天 他基本上被问了几次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相信 西方的媒体 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事情 大概有些真的大问题 所以现在开始去炒这个东西 那么中共现在所要面临的是 他到底要像黑帮一样 不管你会关注我们自己搞 到最后老板决定了 或者是整个这个帮主决定了 我们再来说 其他时间我们一概不管 究竟现在这个帮主会怎么决定啊 还有究竟这个情杠事件 对中共政权的影响有大 我们听听几位网友们的看法 再来请教 李尚明教授综合分析啊 这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情杠突然消失 说明了在习近平的治下 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 是急转直下 回到了像是毛时代那样 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内斗 中共这种残酷的政治内斗 必然需要全面参与 以保证独裁者的全民威信 可以说是习近平 正在发动全面的第二次文革 如果他还不下台的话 他习下台可能会对大陆 及其民众更加有利 就像毛泽东的去世 大陆会前进一大步 另外一位网友向心而行 他说秦刚出了事是事实 但具体是什么事 还在猜测阶段 不管哪个中共官员出事 只能说明中共的宫廷 邓治斗争的一贯残酷性 对于习近平的独裁统治 对中国的错误方向 他认为没有任何影响 但也有网友不同意见 这位陈希他说 马屁官员现中心 中共内部秀场 隐藏着权力危机 中共的官员虽然花样摆出 向习近平表忠心 但是如戏剧般狂欢的 中共内部可能藏着很大的秘密 新一轮的文化革命 是不是要进行序取了 代表习近平面临威胁呢 综合刚才这几位网友的不同意见 想请教李少明教授 究竟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个只是又一个落马的官员吗 这个帮主自己决定就好了 可以把这事情给保他过关 还是说可能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 甚至可能代表习近平 受到政权的威胁 转变他的路线 这两种说法 您更倾向哪一个呢 李教授 我觉得我更倾向于第一种 就是内部的斗争 把他要拿下 至于什么原因 政治上为首 其他可能为辅 这个中共第一把手 拿下官员 我想最大的先例 应该是习近平拿下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 所谓有免死金牌 那么更重要的呢 周永康是秘密警察的头子 他甚至掌握了所有习近平的对话 因为他可以监听全世界任何人 这个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那么习近平拿下周永康 不会吹灰之力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个中共的制度 已经非常完善到 就是总书记的权力 确实是无限的 前任好像都比较客气 没有去用 习近平用了这些权力 一点他都没有出格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 我说的 他拿下一个官员 是非常容易的 第二个 两个网友说 现在是不是要搞第二次文革 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文革是打破 现有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 没有皇帝会把自己的体制彻底打乱 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 斗掉一些官员 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官员拿掉 但他不拿 他就不要做这个坏人 所以他就是天下大乱 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个 中共维稳 维到现在 维稳经费大于军费 他绝对不要文革 那么这些人们说 哎呀文革来了 他们指的都是一些极左的口号啊 一些做法 这个不是文革的本质 中共从诞生第一天 就是极左没有极右 所以这个呢 我想大家应该把它消除 不是对的一个看法 我就停在这儿 讨论到这儿 究竟围绕着情刚消失的纷纷扰扰 究竟只是这个最上面的帮助 拿掉一个人这么单纯的 还是说可能会有更大的风暴文革来临 会有一场腥风血雨 最后想请两位来宾 针对我们刚才的讨论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先请魏碧州先生好吗 对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讲 是的确非常重要的 撇开内部的东西我们不谈 因为这个黑帮作业 我们都知道也是黑箱作业 我现在要提的是说 在国外啊 在整个海外 整个国际视野来讲的话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从里面 所体现行出于外的做法 让全世界每个国家 特别是跟中国之间 有密切来往的国家 全部都要重新再募看这个国家 重新要估算 而且要更小心 因为这个国家的做法 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而且是完全是不符合 现代文明的做法 别的部门不说 你拿外交官外交这个系统来讲 有做出这样子如同部落国家 就是这个部落之间出了问题之后 你没办法解释 然后也没办法对外解释 这样子粗鲁 而且反文明的做法 我想这是大家 觉得有很重要的教训 国际社会怎么看 中共现在的不透明和不稳定 那最后想请李少铭教授 跟我们简单进行上半场的总结 李教授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他实际上是 给全世界人上了一个课 对于研究中共的人来讲 这个不新鲜 他们说我早就告诉你 中共就是这样运作 但是对于全世界 不太了解中共的人 这次开了眼界 就发现你原来是这么一个黑社会 那我还是要讲那些 就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在外交部门临时换将 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想美国总统一句话 就可以换一个将 因为他是民选的 底下是他任命的 他可以随时换 但都是公开的 没有说秘密让一个人消失 几个礼拜不说话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信息不公开 和这个谣言满天飞 这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那么我还要补充最后一点 中国的这些事情发生 我们后来都发现 很多当年的谣言 最后说明都是真的 都是预言 中共自己放出来的 是 最近谣言会不会成为预言 我们也要继续观察 这个情刚消失的事件 但非常感谢李绍铭教授 还有魏毕周先生 两位的精彩点评 提醒各位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你对孪生公开や 我们的敦法 我们的敦法 我们的敦法